今日的AT股推介是保利物业加6049 简选原因是中央有意加强庭内房以稳定经济 房地产的资金压力将会降低 有利物管行业的股值复收 物管股有望在谷底持续反弹 股份是看好保利物业 保利物业去年的盈利按年增长26% 去到8.5万人民币 符合市场的预期 如果撇除外汇变动的影响 核心盈利是按年增加3.1% 期内总收入是增加3.4% 保利率稳定是1.8%左右 保利物业勒昨天收报是53.7% 升了超过一成 建议投资者在10天线 即大约50元附近收集 中线以1月的位置65.9%作为目标 结穿46元要减钱